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实操讲解Shopee店铺的装修和产品布局技巧。 1.Shopee店铺装修进入后台商店设置界面,在物流中心可对物流选项、出货天数等信息进行修改。 地址信息中,大家要谨慎填好,因为主要是用于退货用,大家如是填写每个下拉框信息。 如果有多家店铺,建议地址写成不一样的格式,以免产生地址关联。 商店设置中,卖家接受出价功能,建议关掉,以免除一些不必要的售后问题。 假期模式,不要轻易打开,在语言设置中,可以调整语种。 店铺装修中,商店名称建议,用品牌加,类目来取名,方便买家,记住店铺,商店名称一个月,只能修改一次。 不同站点,对店铺名称字数,要求不一。 商城介绍,可以包括,经营范围,现货供应范围,发货区域,优惠政策,折扣分享,注意事项,好评提醒,补店铺海报的话,Shopee网站,也有各种模板,供大家选择。 大家选好模板后,根据自己需要做,调整即可。 在虾皮前台,卖家可以通过,查找自己的类目,找到合适的图片,为自己所用。 这种方法,就比较直接简单了。 在装修页面,可以加入YouTube链接,店铺Banner,可以结合店铺特点,进行构图,突出产品特色和店铺活动。 节日气氛,在装修页面,可以超链接店铺Banner。 二,Shopee店铺分类,即优惠券设置。 如果店铺的类目,比较多,产品比较杂,就要好好利用,商店分类了。 可根据节日,性别,优惠来对产品,进行分类。 优惠券设置,Shopee的买家,很多都有凑单购买习惯。 所以卖家,在设置优惠券时,最好能让客户,无门槛消费。 以均价20RM为例,可设置10RM-1,20RM-2,40RM-4。 店铺优惠券设置时,最好能让客户,拼一两单能用上。 店铺均价用户,能用得上。 优惠券折扣在5%-10%之间。 Shopee后台,还有一个捆绑销售设置。 卖家可根据需要,创建套装优惠。 3.Shopee店铺产品布局,合理优化产品结构。 店铺内产品,要有明显的层次划分。 建议店铺内10%-20%的产品,控制在5%左右的利润,用来做低价引流。 40%的产品,做10%-20%的利润,其他产品做20%以上的利润款。 同时,给自己的产品预留活动折扣。 要做折扣时,不可以挑原价至调整折扣。 低价引流产品,上薪前7天,低于正常价格10%-20%。 孵化期店铺,可以考虑不挣钱,以提高订单,提升店铺流量,拉高店铺评分数量和店铺权重。 带动店铺内其他产品拼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